大家好,我是格子 大家都知道 这次疫情对传统行业的冲击特别大 有的企业甚至面临倒闭 还有一些餐饮 由于这个不能正常营业 也很难维持 但我今天去麦当劳点餐 发现麦当劳的生意异常的火爆 比疫情来之前 这个生意还要火爆 我光点餐排队就等了一个小时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队都排外边来了 排了快一小时了 终于拿着我的餐了 好,那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这个有的人 点完餐都到外边排队去了 因为屋里人太多了,实在是 那在疫情期间 大部分企业都面临危机的时候 麦当劳的生意 为什么异常的火爆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安全 因为疫情期间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大家一般都不在外面吃饭 因为在外面吃饭 你就得摘掉口罩 摘掉口罩呢 那就很容易被感染 那么你点麦当劳就不一样了 全程手机下单 然后听号取餐就OK了 全程都戴着口罩 这样就很好的预防了交叉感染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麦当劳 周一是会员日 有超级特价 我只花了39块钱 我给大家看一下 买了多少东西 第一 三杯可乐 然后呢 一个 两个 三个汉堡 三个汉堡 然后还有 一个波罗派 还有一个小石盒 这小石盒里边呢 有这个鸡块 还有这个鸡翅 大家刚才可能也看到了 我点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啊 原价是70多块钱的啊 然后才花了39块钱啊 可以说39块钱 一家三口都吃的饱饱的 在北京啊 已经是非常合适的了 所以很多人呢 都是奔着礼拜一的会员日 有半价优惠去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麦当劳 为什么疫情期间 异常火爆的原因啊 一个就是安全啊 还有一个就是实惠 所以得到老百姓们的认可啊 好 那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39块钱的套餐 值不值呢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谢谢大家